奥运会淘汰赛还敢这么玩 你把名字挡住了 我还以为这是库里呢 我们都以为库里能在飞吧赛场上大杀死方 结果呢 他却打得乱把气糟 反正是在NBA都要混不下去的弗尼耶直冷起来了 奥运会难难八强赛 东道主法国对阵首发全NBA阵容的加拿大 最后时刻 弗尼耶一记半场三分直接杀死比赛 当着全村的父老乡亲狠狠地牛上了一把 可就在几天之前 弗尼耶差点就被法国国家队给KTV了 因为他公开表示 法国队的比赛方式是错误的 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 而法国主帅也是一点不惯着 直接公开抛攻弗尼耶 他的言论不可接受 他必须对此负责 后来一度有消息源传出 弗尼耶离开了法国国家队 可随即 法国主帅克莱和弗尼耶就坦诚的聊了聊 算是把这事压下来了 但是弗尼耶仍然受到了惩罚 在和加拿大的比赛中 他们移出了首发名单 现在一看呢 要么是弗尼耶那个半场三分 可能克莱就要从塞纳河直接游回家了 顺道说一嘴 弗尼耶现在还在自由市场里待着呢 弗尼耶管理层 要不你看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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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